國會擴權法案讓反對者充滿疑慮 民進黨立委吳佩義指控國民黨立委洪孟凱 4月時這段質詢就有刺探科技業、商業機密的嫌疑 台積電也講是說隔一天4月4號就已經講 晶圓廠設備恢復率超過80%了 此時此刻是不是所有的科學園區都已經正常的營運 總共的這個園區的損失現在出估有多少 當時洪孟凱想知道花蓮大地震後 竹科科技廠的損失 但國科會認為不妥 洪孟凱堅持索取民間公司資料 吳佩義則認為這就是爛權 從頭到尾沒有提到機臺 我從頭到尾講的是我們科學園區國科會 應該要確保正常運作 針對這樣子的污衊跟抹黑來提出告訴 不要再凹了 他遠距講的就是關心台積電 在地震之後 晶圓廠設備的恢復率 這個稍有不勝 就會影響到股市 就會影響到訂單 洪孟凱 吳佩義為了所資目的性槓上 財經專家則分析 質詢若更進一步 那就真的要小心了 國會擴權法中 廠商企業都可能成為對象 立委的關心會不會擴權後無限上綱 幾個月前的質詢讓人心深懷疑 三立新聞李維廷大美君 S1小組 台報到